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白糖 蛋糕就不甜 不好吃了 这可怎么办呢 懂事的贝贝立刻提出帮妈妈去买白糖 哦 真的吗 贝贝可真是太棒了 贝贝接过妈妈给的十元钱 妈妈 您需要的是一袋白糖 对吗 对的 贝贝 你就直接到楼下超市去买 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好的 妈妈 您放心吧 虽然贝贝看起来很有信心的样子 但这毕竟是她第一次单独花钱买东西 妈妈还是有点担心 小朋友 第一次一个人买东西 不用害怕 要记住东西的名字和价格 不要把钱弄丢 你一个人买过东西吗 超市就在贝贝家楼下 但这一路她还是很紧张地握着十元钱 生怕弄丢了 终于到了商店 贝贝松了口气 商店里有一位戴着眼镜的叔叔 正在整理物品 贝贝突然又紧张了 她还没想好怎么开口 好在眼镜叔叔走过来先开口了 小朋友你好 想买什么东西啊 我 贝贝太紧张了 手心都出汗了 我 糟糕 贝贝一下子忘记要买什么东西了 小朋友别紧张 慢慢想想 是不是妈妈需要什么东西啊 啊 对了 贝贝想起来了 叔叔 我来帮妈妈买一袋白糖 在眼镜叔叔的带领下 贝贝来到货架前 哇 这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糖 小朋友 妈妈让你买什么样的白糖呢 嗯 这么多白糖 妈妈到底要买哪一种呢 贝贝不知道妈妈需要的是哪一种白糖 有点着急了 没关系 告诉叔叔 妈妈给了你多少钱呢 贝贝举起手里的钱 妈妈给了我十元钱 哦 我想你应该买的是这种九元钱的白糖 眼镜叔叔从货架上取下一袋白糖 贝贝把十元钱递给眼镜叔叔 心里其实不太明白 十元钱和九元钱的差别是什么呢 眼镜叔叔把白糖递给贝贝 还给了他一元钱 小朋友 这是找给你的钱 咦 为什么我来买东西 叔叔还会再给我钱呢 小朋友 请你帮贝贝想想 超市里的叔叔为什么要给贝贝一元钱呢 贝贝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购物 拿着白糖和一元钱回到家里 妈妈很高兴地亲亲贝贝 嗯啊 谢谢你 能干的贝贝 你是妈妈的好帮手了呢 嗯 可是妈妈 我有事情不明白 贝贝把买白糖的过程告诉了妈妈 妈妈 叔叔为什么要给我一元钱呢 因为啊 你买的这种白糖只需要九元钱 十元钱比九元钱多一元钱 所以叔叔就把多出来的一元钱还给你了 明白了吗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聪明的贝贝马上就明白了 因为贝贝主动帮妈妈去买东西 妈妈就把找回来的一元钱给了贝贝 作为奖励 贝贝开心极了 她想 买东西可真是太有趣了 下次还要再帮妈妈去买东西 小朋友 当你付出的钱比物品锁标价格多的时候 售货员就会把多出来的钱找还给你 你明白了吗